非说不可第十六集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日 我们第三次播报 缅甸联邦共和国民族团结政府 NUG人民革命新年联合宣言 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 发布给大家 2023年1月1日 第一项春季革命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得到了缅甸各族人民压倒性的支持 人民以铲除军人独裁为共同目标 通过革命力量的团结努力 寻求建立民主团结和真正的联邦民主制 从而解决了70年的政治纷争和不和 第二点 联邦民主宪章体现了NUCC和NUG 组成的革命力量的共同政治协议 我们的革命力量承诺在集体领导 集体责任下根据基于联邦民主宪章所倡导的愿望和价值观的政治路线图 做出强调了集体领导 集体责任 根据是什么呢 联邦民主宪章 这几个要点 第三点 在推翻军事独裁之后 我们雄心勃勃的联邦民主联盟 将反对任何形式的偏制 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以及各联邦单位的平等和自觉权 建立这样的公会 是为了根据民主标准 保护公民的权利 人权和少数民族人的权利 几个要点 一定是要推翻独裁之后 然后反对任何的极端偏制 军人表现的就比较喜怒无常 比较偏制 同时要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 还有给他们在宪法 授予他们的自觉权 就更能发挥各地方 各少数民族的主动性 第四点 我们认为 未能履行冰龙会议的承诺 导致了民主的消亡 歧视 民主平等和自觉权的丧失 随后出现的中央控制系统 和沉浸在独裁意识形态中的军事机构 使我们的国家潜在的政治问题 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就是他们觉得是冰龙会议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军人未能履行 未能兑现自己的承诺 还导致了这些军人的独裁 还导致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长期存在 这是根本原因 第五点 我们决心在所有民族中建立一支未来的联邦民主联盟的联邦国防军 他奉行平民之上的原则 不参与政治领域 只关心国防建设 第五点非常重要 就是回答了很多观众的疑问 未来会不会跟军人谈判 然后向无制衡 他们已经明确的回答了 是不可能的 他们要建立自己的联邦国防军 他们是不参与政治领域 只关心国防建设 这是缅甸AOG一个顶层设计 第六点 在未随政变失败后的过渡时期 我们将维护已经实现的国家统一 根据过渡宪法 公平分配过渡政府的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他们通过2020年的选举 获得了法律上的合法性 而那些通过其他方式 在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当中 获得事实上的合法性 这个就是强调了军人下台之后 如何行使他们的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 怎么分配这些议会的选票 也强调了2020年的大选的结果 然后军人的选票 应该是会分配到给其他的少数民族 尤其是这次为了缅甸的民族解放斗争当中 付出更多的这些民族 会拿到更多的选票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第七点 在我国历任独裁者犯下了不公正 侵犯人权和针对少数民族的国际罪行 我们将实施过渡时期的司法 为造势者带来真相正义和问责 并进行改革 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我觉得未来的缅甸NUG政府 为了防止这个人为的行为 还是考虑了更多 就不发生军人独裁的事情 第八点 恐怖主义的军政府企图夺权 不仅践踏了国家法律 还通过谋杀酷刑和毁坏财产和生计 来迫害人民 这样的恐怖组织无权进行选举 他们举行的任何选举 永远不会解决困扰缅甸的政治问题 这只会是一种欺骗行为 甚至不值得用选举一词来表示尊严 我觉得NUG政府表达的就是 他们所谓的选举都是对选举这两个字的一种侮辱 你要相信他 你就相信诸会爬树 应该这么理解 第九点 恐怖主义军政府的努力 无非是政治欺骗和陷阱 是在缓解他们面临的无数危机和挑战 因此我们坚决谴责和反对 他们企图举行这种非法的虚假选举 也再次强调他这个选举是虚假的 第十点 我们纪念解放力量 民族革命组织的成员 人民国防军PDF 公民抗命运动CDM参与者 私营部门的工人和其他革命支持者 所做出的牺牲 多年来 无数人失去了生命和生计 留下了太多的鲜血和汗水 革命成功后 那些牺牲的人将得到认可和回报 飞哥一想起这个画面 眼泪都快出来了 那些军人的恶行 看到那些为了缅甸这个国家付出的人 那些悲惨的照片 很多的画面此刻在飞哥的脑海当中出现 我们的华人邓家锡也在里面 第十一点 我们认为打败军事独裁和建立真正的联邦民主制度 对于实现停止战争 建立一个享有持久和平稳定 与邻国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和平相处的联盟 至关重要 并且享有可持性性的发展 因此我们革命的力量将不懈努力 齐心协力 直到铲除军事独裁 人民革命取得胜利 关键点是直到铲除军事独裁 人民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是不倒黄龙 不罢休啊 一定要把军人给独裁给铲除掉 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第十二点 我们呼吁缅甸全体人民 以热情勇气和决心加入这场 决定缅甸国家命运的历史性革命 很多人还在观望 还在左右摇摆 或者是不作恶的这些人 希望他们在此时 攸关他的国家最最后 最大的一个决战的期间 2023年总决战 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们更加坚定 不出要比平时更多的事情 不能只做抗坷 享受人家的革命的成果 所以这也是费格的一个建议 如果有可能 大家要有一些 有很多人可以去相对自己 去做一个改变 但是飞哥也说了 我们从来不去强求别人 我们也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 以上就是十二条 那我们来谈谈飞哥的感受 一月一日 联邦政府发布这个公告 就是说明2023年 要彻底的铲除军人集团 建立缅甸的联邦 这样的公告也翻译了各种文质 在国际上广泛的宣传 使这些关心缅甸的国际社会 可以更加了解到缅甸联邦的走向 现在缅甸的军人已经藏着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用高音喇叭 在各个城市仿佛强调大选 认为这是他们可以寻找的退路 有一些朋友也私下跟飞哥说 飞哥呀 缅甸马上大选了 今年要太平了 我是说你是真不看新闻啊 很奇怪的好多人都是在海外啊 他们也懂英文 但是他们就看不到 这些真实的事情 也是很颠覆飞哥的三观啊 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联邦政府NUG竟然发布了公告 飞哥觉得肯定是他们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能够有效的推倒军政府 人民国防金PDF也严正以待 随时打击这些军人组织 随着反空军的武器的到位 估计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将要得到了解放 但是军匪的数量还是比较庞大 光将军就有上百号人 这些人的归宿就是逃往国外 或者买通勾结他们的少数民族地区 为他们自己的狗命拼死到底直至被消灭 缅甸联邦政府NUG是好样的 缅甸人民也在欢呼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BSTAN BSTAN